原标题,警惕市区一位40岁男子,因为长期大量抽烟,差点送了命。 大家都知道,长期吸烟会对肺部造成不良影响,事实上,吸烟对心脏的影响也是非常致命的。 最近,市区一位40岁的王师傅,就因为长期大量抽烟,差点送了命。 在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,记者见到了患者王师傅。 他是一个老烟民,每天至少要抽一包半天。 前段时间,王师傅在外地旅游时,突然感觉心脏有些不舒服,但是王师傅没有立即治疗,而是在外地待了两天才回来。 到家以后,家人发现王师傅情况不对,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。 经过检查,王师傅正式突发心梗,而且拖延了两天,病情非常严重,好在经过抢救,王师傅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。 医生提醒,急性心急梗死是最危重的心脏急症,一旦病发,需要立即治疗。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陈阿蒂说,急性心急梗死主要表现就是胸痛,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,一般的超过半个小时。 病人大汗,然后血压低,各种不适的症状,胸口是闷疼,有种冰死感。 医生提醒,长期吸烟会促使动脉硬化,加大患心梗的危险。 此外,吸烟还会引起冠状动脉收缩、肌卵,导致血管闭色,从而发生心梗。 医生建议烟明按时睡觉,适当的运动,也可以吃一些药预防,比如说吃一些抑制血小绑剧级的药,像阿斯匹林等。